因為真是一個很短線博弈的一個市場 我覺得要做的話 比較推薦是做期權 可能是做期支 期權也好 就算做過股 都是做期權的一個比較好的選擇去博 如果提到上面 我覺得第一站是1萬6千5線 就是50天線 因為始終過往那半年都行刺沒有真的升穿過50天線 就是穿一日下來就有 但是你或者期穿50天線以上就沒有了 1萬6千5就是第一個位 第二個就是1萬7千2 就是之前那個前頂左右 不過這個就先看著這兩個線 不過就看你自己是不是一個好勇者的人 如果你是勇者覺得是可以博的 但是如果大家既然都有可以玩美股 可以玩日股的時候 就可以玩一些難度低一點的市場 我覺得都是我自己的建議是這樣 投機者適合 投資者暫時可以不用穿了